奶和奶仔品的营养密度是一个比较高的天然食品 不单可以提供优质的辣物汁 而且它的必酸氨基酸跟我们人体也很相近 而且它的钙含量丰富 吸收利用率也很高 它又是善食中的一个钙的最佳例 有些朋友说 他的小蚊仔在幼儿园时不提供牛奶 而是用羊奶来代替 那究竟羊奶和牛奶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是基于味道更好、更有营养 到底是哪一样的利益我们健康呢? 大家好,我是自己新的 这期影片来讲讲羊奶 羊奶是部分营养专家认为最接近人奶的议品 根据营养学专家介绍 羊奶在国际营养学界被视为奶中之王 羊奶不单是营养全面 而且是极易消化吸收 羊奶的脂肪球大小和人奶比较相同 竟是牛奶脂肪球的三分之一 所以禁于人体吸收 而且长期饮用羊奶引起发肥的风险比牛奶低 羊奶中的维他命和微量元素明显高于牛奶 部份国家的酸羊奶售价是牛奶的几倍 羊奶的蛋白质结构和人奶基本相同 含有大量的乙青蛋白 而且不含牛奶中某些可能是过敏的异性蛋白 与牛奶相比,饮羊奶的人比较少 很多人闻不惯其的味 对其的营养价值了解得不够 其实在本草科目上曾经提到 羊鲁,甘温无毒,润心肺,补肺神气 中医一直将羊奶看作肺和气管特别有益的食物 现代营养学研究发现 羊奶中的蛋白质、矿物质,尤其是丐氯的含量 比牛奶稍微高些 维他命AB含量都高于牛奶 对保护势力和回复体力也有好似 与牛奶比较,羊奶那么容易消化 因而对羊奶的消化率达到4%以上 从营养学研究来说 羊奶中含有200多种营养物质和生物活性因子 其中蛋白质、矿物质和各种维他命总量都高于牛奶 羊奶中的褰固体含量和脂肪含量和蛋白质含量 分别比牛奶高5-10% 羊奶中的12种维他命含量都比牛奶高 特别是维他命B和矮卡酸要高一倍 另外每100克羊奶中的天然含量量是牛奶的2倍 不过羊奶的铁含量都比牛奶更低 同时羊奶中的脂肪球和蛋白质粒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 而且质粒大小比较显量 所以就那么容易我们人体消化吸收 羊奶中的乳以蛋白含量高 所以它的蛋白零快、小和软 有助于我们人体吸收利用 羊奶的脂肪结构中 它的碳链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 也有良好的软化状态 禁于我们机体直接利用 羊奶中的褰蛋白结构和牛奶都存在明显差异 羊奶中只要含阿罗伯S2的褰蛋白和菲塔褰蛋白 阿罗伯S1的褰蛋白含量比较低 牛奶中是以阿罗伯S1的褰蛋白为主的褰蛋白组分 由于阿罗伯S1的褰蛋白 是引发牛奶蛋白过敏的主要过敏烟 所以对牛奶过敏的人群可以用羊奶试一下 同时羊奶脂肪球这么小、容易消化 都符合体质较弱的人群 另外羊奶的免疫球 有些朋友可能会问自己想 究竟是选择羊奶还是牛奶呢? 大家都知道营养的摄取之间重要 羽制品是优质的营养例之一 市面上有羊奶和牛奶这两大类 究竟选哪样这么健康、适合自己是大家关心的 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石 对我们人体组织的更新和修补都有关键的作用 羊奶和牛奶就是我们人体补充蛋白质的良好例 根据指南建议每人、每日、私人300-350克的液体奶和同等奶製品 就可以补充优质的蛋白质 除了蛋白质,羊奶和牛奶还含有脂肪、鱼糖、硬物质、维他命等其他成分 像前面所说的,羊奶和牛奶在营养比例上有差异 另外,它又不能简单判定哪个更好、哪个对我们人体更健康 其中,如果我们从中一角度来讲 就可以根据我们个人体质皆去选择 体质是我们先天炳赴和后天生活的引识基础上 形成一个个性的特性 一般来讲,体质偏寒的人的阳气不足 经常表现得四肢发冷 或者是喜欢暖的地方、喜欢吃热食、四肢冰冷 偏热体质的人是阳气偏城、有时会发热、经常出汗、饭醋、面发红、口渴等 中医认为食物都有寒热温良四胜和酸苦甘心咸五味 《药王酸酸苗》在千金食字中记载 《药王女执米金、未寒》,没有毒,溺虑、敷质 《药王奶培米金、未寒无毒、可保寒冷虚伐》 《药王 KRU Baigyoyage》也有提 《药王奶、金、瘟1、2、3、4、4、4、5、4、5、4、5度、脚続 《药王 sites及 christanaion中减加》 从中英角度来说,羊奶和牛奶虽然是美金 但羊奶既性温,牛奶既性微寒 意味着体质虚寒的人长期饮用牛奶 可能会增加消败系统负担 饮起福氏和福酮的问题 而性体质的人长期饮羊奶 就很容易出现口舌身康 或者是我们硬人总统上火的症状 所以从中英角度来说 如果根据行者热脂的原则 来选择羊奶或牛奶 所以不妨先试下自己的体质 再选择适合的语品 使羊奶和牛奶 发挥这么好的食料保健功效 为我们的健康助力 另外从现代燃养学来说 两者的蛋白质含量相当 安基酸的种类一样 但羊奶这种软凌败小脂肪的天然结构 在围长度的停留时间更短 消化吸收效果这么快 对消化能力较弱的老年人来说 羊奶的消化困难会轻一点 另外对普通的健康成人来说 无论是饮羊奶或羊奶 只要保证每日的食物量 都可以满足基本的营养需求 另外羊奶和牛奶都是一个贫贴的食物 如果没有强化添加的话 是不可以单纯依靠奶或者奶制品 来补贴新鲜的 而我们审病疾病的患者 因为它的临代借的原因 它需要严格限制轮的一个释入 羊奶的临行量这么低 相比牛奶来说 这么适合这类人及饮用的 同时现代营养学认为 它没有最好的奶 只是有这么适合的选择 牛奶作为普及最矿的奶园 它的营养价值无可代替 经济成本低 以以蚀取 而羊奶以其的小微粒和二级收的特点 为特定人群提供一个优质的 膳食补充方案 营养均匀以酸充足成年人 或者需要被孕的妇女 适合选择牛奶 另外消败能力药和牛奶过敏 就可以选择羊奶 另外陈医生提供大家 酸奶不单止保留了牛奶的全部特点 酸奶经过发酵的乳酸 还可以有效提供氨和钙 一个在人体的利用率 细酸奶中的钙和钙更容易 比我们人体吸收 它的消化吸收率更高 各种营养素利用率都可以提高 酸奶是有神牛奶发酵制成的比较多 在保留酸牛奶全部营养基础上 发酵过程中乳酸菌 就会产生我们人体必需的多种维他命 同时酸奶都可以分解牛奶中的乳糖和钙物质 更有利于我们人体消败吸收 其产生的乳酸菌 都可以减少有些致癌物质的生成 抑制这个腸道内腐败近的繁殖 围住我们腸道正常的菌菌平衡 调治我们的腸道有益菌菌 所以酸奶同时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自己一身就说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